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华为的任徐东 应该说今天一天下来 我们听了很多的技术 非常绚丽的技术 就是我想最后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从产业和生态的视角 来分享一下 我们对于网络云化运营 和数字化转型的这一个 一些看到的挑战 和我们应对的策略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整个这个行业 应该是说 虽说现在看到了 大家都觉得有一些担忧 但是我们往未来十年看 应该说是一个充满机会的 南海的十年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未来人类社会 肯定会进入一个智能化的社会 万物互联 充满了更多的连接会被连起来 然后泛载的视频 我们的VR AR和视频监控 平安城市这些海量的应用 会带来对带宽的更大的需求 我们的行业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企业 往云化的这个方向发展 是不可逆的 所以创造出更多的专线和云的 一些应用的诉求 然后更多的一些智能 也会下移到边缘 像一些物联网关 家庭网络 企业网关 充满着海量的机会 可以说我们整个网络 基础设施的需求 将被无权无尽地创造出来 那么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我这里引用了一句沙翁的名言 就是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我想我们今天如果还纠结在 to be和not to be 那真的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肯定大家都认为 要去抓住这个机会 关键是如何抓住这个机会 如何整个行业行动起来 那我们看对一个企业来说 要完成去抓住这个 这个未来十年的这个海量的机会 肯定要完成一个端到端的运营的转型 那对一个企业 毫无疑问最大的就是供应 生产和销售三大块 那我们从供应这个角度来看 对于我们这个运营商这个行业 我们的快速地让我们的资源 被编排被产生迟化的一个技术 像SDN啊NFL 在过去五年到五到六年时间 大家谈的是非常多了 应该说我们也 今天整个行业已经有了成兴的一个想法 这个实现的路径是非常清晰的 就接下来是怎么把这个实现的路径 海量地部署到我们的网络上去 所以这一块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风险 那么再看把我们的最右面那边 把我们的成本 把我们的产品怎么推广到 我们的以更加低成本的方式 更加好的体验 推到我们的最终用户那里去 我们提到能不能用一个电商的体验 电商的 在我们运营商这个行业 建立一个电商的交易系统 让我们的最终用户 能无缝地用互联网化的体验 实时地 这个按需的 永远在线的 甚至社交化的这种体验 我们提到的肉质体验这种方式 来使用我们的产品 我想这个的实现路径 应该说在业界也是有机可循的 如果实在不知道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 看一下我们的手机上的淘宝平台 我们整天每个人可能都是这种 电商式的用户 所以我们也知道 它应该做成什么样 所以业界有标杆可循 有成熟经验可借鉴 那最关键的是中间这一个环节 怎么能把我们的基础设施 这些资源有效地编排起来 快速敏捷地生产出 创新出更多更好的产品 这一个生产系统的建设 如何使得它更加自动化 更加地敏捷 而这一块 我们都希望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说实话 业界也进行了很多的实践 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IT的建设 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但是情况并不是很 很那么令人理想 所以这一块是我们认为 最需要突破的一个环节 那么如何改造这个生产系统 是我们认为的当务之急 那么在改造之前呢 我想这里分享一个故事 从四百多年前的1588年 有一个一场海战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有一个三万人的舰队 和英国的一个舰队 大概一万五千人的舰队 发生了一场海战 整个这个海战呢 可以从人数上看 西班牙的人数是绝对占优的 他们认为是稳操胜券的 但是如果仔细打开 他们的军队的比例 可以看到 西班牙的这个海军的 三万人的比例是一个 陆军和海军的比例是三比一 而英国的这个舰队的比例 是刚好是反过来的 那么这样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西班牙这个舰队 它的剩余的那个海军的 它主要是什么人员构成呢 也是由船奴和这种滑桨的 主要是用来滑桨的 所以可以看到 西班牙的海军 其实是一个陆军组成的 一个装在船上的一个海军 那么战争一开始 这个情况就非常明显了 西班牙的海军 主要是想用钩子 把对方的船勾上 勾到自己边上来 让自己的陆军 跳到对方的甲板上去杀敌 但是英国的海军 就是很相反的一种方式 他们利用它娴熟的水手的 驾驶船的这种技术 穿行于对方的船的两边 去用自己的火炮 远程的袭击敌人 那么这个结果显而易见 就没有什么悬疑 最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被全面地击溃 整个这个战争也标志着 一个海权时代的兴起 那为什么我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我们今天谈到说 我们这个时代处于一个 越来越的不确定性加大的时代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 我感觉到我们现在 所处的竞争和行业 越来越多的不像是一个 有形的陆地的这么一场竞争 而更多的像面对一个 没有疆域的这种海洋的 一个竞争 所以我们说我们 从事的这个网络运营商 这个行业 在过去十年所面临的 这个陆泉时代 应该说要向未来的 这个海泉时代的去转型 这个转型需要一种 海洋性的思维 这个思维的转换是非常挑战的 它需要我们从过去 静态的一种思维 向动态的思维去转换 从过去这种 攻城掠地式的 向未来的取势优先式的转换 从我们过去只关注存量 而面向未来的 更关注这个增量的转换 以及从过去关注收益本身 转换到我们未来 更加关注于产生收益的 这种机制 也就是我们这里提到的 能不能让我们建立一种 业务随需 全面云化 更加注重数字化的创新 做大蛋糕 做大市场空间 以及更加敏捷的 这么一种机制 所以我们谈到 生产系统的改造 需要这种海战 海洋性的思维 我们的认知 首先需要全面升级 否则我们又是认为 是不是再去建 另外一套IT系统啊 我想整个业界 已经复杂到 或者是整个业界 已经不再需要 再成立一家 小的软件公司 或者一家OSS的公司 运营商也不再需要 去建立另外一个 信息孤岛 那我们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对OSS系统的 一些问题 也都熟知于心 比如说 通信性不好 接口不够标准 集成比较困难 整个行业 缺乏统一的架构 整个产业的生态 还是小伙伴式的 小打小闹 没有形成一个 产业的生态 所以我们的认知 全面升级以后 我们认为 要以全新的思路 来思考我们建设 这一套IT系统 我们姑切称之为 云化的一个创新平台 它需要从架构 从平台 从标准 甚至从开源的手段 以及从产业发展 等维度来全面地升级 那么下面 我会逐一地介绍 从架构来看 应该是说这种 垂直的烟筒式的架构 在过去被诟病很多 但为什么这么多年 建起来以后 又是新的烟筒被建起来 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 那我们认为 所有人想去改变它 用的手段 在过去以来 可能是去发了一些白皮书 可能是建起来 它系统以后 又去组织一些队伍 去把它拉齐 拉通 去做了一些后面的事情 那我们认为 今天的IT技术 已经成熟发展到 服务化的架构 到处都是 微服务的技术 已经很成熟 所以我们需要尽快地 基于这种新的IT的技术 来打造我们下一代的架构 不能再用人工的方式 不能再用建立流程 后发的方式去建设 去打破这个烟筹 所以这一块 应该技术比较成熟 我就不多说 那再看一下 我们的整个平台的升级 应该说整个产业界 已经经历了 两次大的平台的升级 结果都是非常理想的 整个Linux 基于Linux的PC产业 或者Desktop Pi的这个产业 应该说已经有百亿的 级的产业 基于Linux来管理 同样数据中心 在过去十年 七八年以来 在DC内 我们有了OpenStack 这样大的平台 凝聚了产业的力量 也打造起千亿级的产业 那同样 我们今天讲到网络云化 那么DC和网络产业 整个合在一起 我们也认为 应该有一个 大的产业平台 来供整个产业界 合作 协同 一起来发力 大家不要再去 重复地造轮子 那么这一个产业 我们认为 就像刚才谈到的 那个未来十年的 那个蓝海市场一样 万亿级的产业 等待着我们 这个大的平台 去做好 做大连接 做大视频 数字化的行业应用 都会产生于这个平台 来激发我们产品的创新 当然了 谈到产业的协作 少不了标准 很多人 一直把标准和开源 对立起来看 那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我认为 整个标准和开源 都是我们重要的 产业协同的手段 而且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特别是标准 在过去 这么几十年以来 让我们在硬件的协议 和协议的互通上 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它的特征是 尽量地去维持一个稳定 那么同样我们今天 面临整个 让企业更加敏捷化 让生产更加自动化 这么一个诉求的时候 我们认为 这个更多的是一个软件 和API开放的问题 那它的特征是需要 更加快速地适应变化 那么开源 从用代码说话 去定义这种 敏捷的试错 或者快速演进的这种方式 可能是更加适合的 所以我们认为 整个标准也要升级 在解决敏捷化 数据的过程中 开源可能是 更加适合的一种方式 那开源是不是 一开就零呢 我相信刚才大家也看到 Dev也收了这张图 就是 我们左边看到 整个开源界 应该说 在过去 它关注的是一个 自然的生长 它更关注的是 生态的发展 但是它也带来了 很多的问题 整个就以Linux Foundation 为例 可以看到整个开源 目前还是处于 有多的松散的 重叠的方式 而且也没有说 整个这一些 开源的社区 拼凑在一起以后 对未来会产生 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认为 整个产业界 也应该 坐在一起来探讨 未来我们到底 要用这些开源的工具 去达到一个 什么样子的商业目的 去产生什么样子的 客户的价值 那么我们认为 把管道 网络 和我们的云的应用 协同起来 产生更加的 互联网化的 肉质体验 是我们的愿景 那这个愿景 更加具体化一些 就是让这个网络 更加智能化 更加自愈 更加自动化 以及更加的业务感知 所以我们认为 整个产业界 应该围绕这么一个愿景 去用好标准啊 开源啊 这些工具 去构建我们 这个更加智能化的 这么一张网络 那么核心来看 就是它是 由两个环组成的 两个闭环 分别完成了 我们的运营闭环 和运维闭环 同时 它由这么几个 红色的模块构成 向我们的 共同地去捕捉 通过identity啊 通过policy 去捕捉我们的 APP的一些 应用的一些诉求 同时 又能通过 unbounding 和一些network design 等等方式把产业界的生态 能无缝地 自动化地 接入到我们这个 运营环节中来 再一个通过编排分析 又能和控制面 去做一个无缝的对接 让我们的 智能化的一些 模板或者诉求 更加自动化地 灌到我们的 网络上去 所以整个来说 使得我们 过去花大钱 投资的这个基础设施 更加好的来感知 我们的应用的一些 体验和诉求 把更加好的一些体验 带给我们的最终用户 这就是我们想说的 开源也需要升级 那再看到产业发展 应该说 在过去无线产业 给我们建了一个 很好的标杆 为什么过去 三级四级的发展 这么迅猛 这么快地 让我们感受到了 移动互联网的便捷 应该说 在无线领域 有GSMA去推动 产业界的共识 通过联盟的方式 来达成了很多 很好的共识 让产业界协同发力 3GPP 又去定义了 很好的互通的一些标准 架构 同样 像每年的巴塞罗纳的展 以及在全球 又各地 像上海 欧洲 北美 也建了一些分展 这些展会上 大家去分享了 成功部署的商业实践 所以这些 整个产业协同起来 给我们了 一个很好的标杆 当然IT业 也有一些开发者生态 像谷歌的 开发者大会等等 所以怎么借鉴 整个无线的 产业发展的手段 和IT业的产业发展手段 来共同服务于 我们要去 共同构建的 让产业敏捷的 IT化的愿景 我们认为 这是我们 先提出的一个构想 就是希望 也有一个商业的联盟组织 是不是TMF 我们可以再去定义 或者有一个更加 整合这些碎片化开源的 一个协同的 一个开源的社区 以及有一些 大家更好的去分享 经验的一个论坛 或者一个展会 去像巴展这样 去把我们的 Use Case 把我们的实验 分享出来 同时我们可以激发 我们的应用创新去 也去建立我们产业界的 开发者 开发者生态 所以我认为 这个产业要更加敏捷起来 整个网络行业 云化以后更加敏捷 它也整个产业力量 要需要更好的 更健康地组织起来 那我们 华为公司应该说 这么多年 也是一直以致力于 更好的服务于 我们网络云化转型 这么一个发展的方向的 我们也为这个愿景 做好了准备 我们提出了 这个全云化的战略以后 是从网络云化的运营 云化的服务 以及全云化的网络 三个角度来 来拥抱这个转型的 当然我们认为 这个转型 它不是一个单一厂家 甚至一个单一运 客户 能在一起就能完成的 它需要整个产业的协作 所以我们也愿意 把我们的一些 开放的实验室 贡献出来 让产业界来一起 一起在上面做实验 比如说我们 已经在全球建成的 有几家 在一些北京啊 欧洲的慕尼黑啊 在美国的硅谷 都建成了我们的开放实验室 在2019年 我们将在全球建设 20多个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 我们愿意贡献出来 让产业界一起来协同 当然在开源 在联盟上 我们也在积极地参与 那么最后我想说的是 整个行业应该说 未来肯定是面临 更大的不确定性 面临更大的挑战 但我想我只要 我们整个产业界 凝聚共识 来共同打造这样一个 我们称之为 诺亚方舟 或者产业界协作的 大的创新的平台 让它更敏捷 更高效 那我即使面对这种 滔天的数字洪水 我们认为 我们也有信心 整个在一起 让它变成一个 可以自由航行的 蓝色的海洋 那我们呼吁 我们整个产业界 携起手来 来共同地 繁荣我们这个行业 来共同创造我们 整个ICT商业的新边疆 好 谢谢大家